10日 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应邀与英国国防参谋长卡特时定通话 此刻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正在太平洋和美日举行演戏 两艘巡逻舰艇正在驶向太平洋 专家认为 中方肯定在此次通话中就英方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在那一系列加大在亚太地区军力部署的行动表明立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 尽管英国在亚太地区政策做出了调整 即所谓要重返印太 但从英国本身外交特点来说 重点是要在市强和市好之间寻找平衡 避免对中英关系造成实质性影响